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倘若他想嫁 他便会嫁一个 可以和他平分秋色 敬重他的选择 被他深爱的男子 我骗他是我的妻子 让他付出了一片真心 甚至追随我去西征 我明知是大错已住 却一步步将这场幻梦当真 彻底倾心于他 混账东西 你来我瞧家 就是为了耀武扬威的吗 晚辈今日来瞧家 就是为了诚心地 向您请罪 免唐说过 这世上最疼他的便是您老人家 您把他教导得善良 聪慧 正直 但这样的女子 却因为我的过错 被迫忍下了所有的苦楚 而这一切 本该是由我这个男子来承受的 今日 您可以把所有的仇恨 都发泄在我一人身上 晚辈万死不辞 你绝不会有一丝怨言 好 你要惩罚 我便牵权 外祖父 怎么 你还要护着这个畜生吗 你还要护着这个 我与她的恩怨 一切后果 都由孙女一人承担 外祖父千万不要动气 你的承担 就是和她拉拉扯扯 像眼下这般阻拦在我的面前吗 她是华阳王 崔行中 什么 我 华阳王驱逐荣布 有功于世 棉腾 去西州 也是为了追随他 有功在世 就能任意 遭见寻常百姓吗 女子家 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 那会有什么好下场 只有嫁个好人家 才能够安身立命 可你 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棉堂想要安身立命 也不必嫁什么好人家 她用了短短一年不到的时日 将一个小小的铺面 经营成 鸡身百年商会的 皇家御公司铺 她以一己之力 对抗一群掌权者 她没有输给任何一个男子 我那一场 在西州人人称道的恶战 也是您外孙女 她相助才得胜的 她让我第一次知道 男子可以保家为国 女子也可以镇守后方 甚至可以出其之胜 我还知道 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 曾率领过几万陆林 自张一致 劫富济贫 像这样的女子 就算她终身不嫁 也可以活得很潇洒 用不着非得帮人身户 来安身立命 也没有什么泰山北斗 值得她去依靠 倘若她想嫁 她便会嫁一个 可以和她平分秋色 敬重她的选择 被她深爱的男子 这些事 连我这样一个 相处了短短一年之人 都可以理解 外祖父身为家人 也一定可以理解 她先建议 你愿意